第23章 与你无关 吴敏君指了指脚 岔开话题 还喝吗 哦 不喝了 哦 吴敏君不在意端过脚 自己又喝了口 然后重新封上 我还是神情复杂看着吴敏君 吴敏君还是装作什么也没发生 我再次开口 你 吴敏君忽然道 既然身体换回来了 我们也没有成婚的必要 出去之后 这婚事便作废了 我不会伤害你 之前的约定 也都作数 你回东元国去吧 我 不要太感谢我 我一向 都很有人心 你 不喝酒了吧 我去把它放好 算了 我闭嘴 我对他翻个大白眼 抱着膝盖坐在床上 背对着他 吴敏君还真的去把酒放好 然后坐回我身边 我继续吊个身背对他 啊 没事做 吴敏君看看我 云角 你回东元国之后 会做什么 与你无关 我冷冷地用之前他说的话 回赠给他 好 与我无关 算了 你还是别回东元国了 留在西洋国当人质吧 就住这里 吴敏君懒痒痒地说 我闷闷倒 不知道 去找天为 啊 不 无用吧 找他 吴敏君默默撇我 干嘛 跟他成婚 不过 东元国和北昌国 现在也算敌国了 只能先偷偷去北昌国 把他给敲婚 然后带到东元国 去当驸马 我拖着下巴想了想 忽然觉得 人生 还是蛮值得期待的 吴敏君 也 不是不可以 到时候你们成婚 记得请我 我有点惊讶 你会很忙吧 来得了吗 吴敏君鄙视地看着我 我当然不会去 不过 你请我 才能体现 我多受欢迎 我不去 就能体现 我地位多高 我忍不住问他 那你呢 你会娶谁啊 嗯 要把深安公主 抓回来吗 吴敏君想了想 在我期待目光下 蹦出了四个字 不关你事 我怒 我刚刚什么都告诉你了 你也太可恶了 吴敏君淡淡的 我们又没什么关系 我打断他 这么久了 我一直把你当好姐妹的 吴敏君默默看着我 问涅如道 好兄弟 娶谁 不知道 深安 不会招回来 吴敏君简洁回答一下 其实我猜到了 他的回答 吴敏君不去深安下渡数 就很不错了 嗯 他应该也不会 毕竟懒得罢 要他招生安回来 对他来说 简直是自找麻烦 吴敏君绝对不会这么做 看来他一点改变也没有 我叹了口气 想到一件事 吴敏君 这里还有多少酒 吴敏君道 十几缸 足够了 我嗡了一声 道 那你 再拿过来吧 我喝两口 吴敏君拎着酒过来 一边嘱咐我 别喝太多 放心 我还没醉过呢 我接过酒 好气的说 我的确没醉过 因为 我根本没怎么喝过酒 想到过一段时间 就可以出去 我心中高兴 又想到吴敏君 之前莫名其妙的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遭遇 我又有点奇怪 思绪 纷纷杂杂 我端起酒 好饮了两口 这次 不比开始慢慢喝 还有个时间冲缓 我喝得又多又快 马上 头就晕乎乎的 好像被人打了一圈 手脚有点发软 我赶紧 把酒缸放到地上 软绵绵的 往床上一趴 头晕 叫你别喝太多 吴敏君气得端起酒缸 凉喝了好几口 片刻 吴敏君软趴趴 往床上一趴 我也有点晕 第二十三章下 我跟吴敏君两人都因酒而醉 好半天才回过神 头痛得厉害 吴敏君开始点起了蜡烛 都烧完了 足见我们晕了挺久 这么着 不是办法 吴敏君推了推我 你好点没 我点了点头 嗯 我们玩点什么 吴敏君重新点起一个蜡烛 里边冲我挑了挑眉 我警惕地捂住胸口 玩什么 吴敏君差点往我脸上滴蜡油 放心 我对你没兴趣 要我说几遍 好啦 玩什么 我哭脏脸看他 吴敏君想了想到 嗯 这样吧 随便问对方什么 对方答不出来 就要喝酒 我兴高采烈地说 哈 是一人问一次吗 吴敏君道 当然不是 我问你答 鬼才要玩 我沉下脸装做什么都没听见 吴敏君大笑 骗你玩的 一人一次 好 嗯 我先开始 我大喜 你以前 发生过什么 吴敏君端起酒坛 大饮一口 天上 有几个星星 我夺过他手中酒坛 也大饮一口 我有几根头发 我笑眯眯看着他 吴敏君 喝了一口酒 来鬼水了 该怎么办 吴敏君对我调了调眉 我饮了一口酒 你 我刚开口 吴敏君就忽然先端起酒坛 喝了一口 我来不及反应 顺势往下说 你以前喜欢过女孩子吗 吴敏君 你故意的吧 我 谁叫你自作聪明了 吴敏君 好 轮到我 我问你 西洋国成立以来 过了多久 我恨恨的喝了口酒 东元国成立以来 过了多久 我得意洋洋的问 吴敏君毫不忧郁 喝了口酒 然后问我 东元国成立以来 过了多久 我快哭了 我真的不知道 太惭愧了 我捂着脸 喝了好大一口酒 这样下来 马上我们两个 都面红耳赤了 说话也说不清 问的问题 基本都是 天上有多少云 东元国有多少个百姓 之类莫名其妙 根本不可能 回答出来的问题 所以干脆到了最后 我们就疯狂喝酒 一人一口 绝不手软 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的 真的 而且大概是因为 边喝酒 边口齿不清 说话的缘故 我们两个 居然一直都 很有力气 不断喝酒 一坛酒 一坛酒的 挖出来 拍风 继续喝 直到最后一罐 吴敏君说 那是最后一坛了 我拎了拎手中的 酒坛子 知道没多少了 我笑嘻嘻 且神志不清的 问吴敏君 你 你还想喝吗 吴敏君 同样醉醺醺的说 想 我喝完这口 就给你 我哈哈大笑 把最后一点酒喝光 然后将酒坛子 反扣在地上 表示没有了 我慢悠悠 把酒咽下去 就算醉得心里糊涂 也还是对着他 吃瘪一事 饭外高兴 吴敏君 却唤二话不说 往我这里 靠近了许多 吴敏君伸手 把我往墙上一推 然后用两只手 固定住我的脸 直接就亲了上来 亲 也就算了 他居然还把舌头伸进来 搅了好几下 浓厚的酒香 在我们唇齿之间 来回营绕 我瞪大了眼睛 看着近在咫尺的吴敏君 酒都被吓醒了 然后 我用瓶声最大的力气 把他一推 你 你有病啊 吴敏君 猝不及防 被我狠狠一推 直接飞到对面墙上 头撞到了墙 短时 血飙了出来 我 吴敏君酒醒 我 我怎么觉得 头 头有点痛 吴敏君愣愣看着我 伸手摸了摸自己的脑袋 怎么有血 他继续愣愣看着自己的手掌 我 嗯 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 不过你 你的头 好像在飙血 本章完 感谢你的收听